念语常说 万般讲不去 唯有业随身 这两句话 我们要常常念在口上 提醒自己 最后这一句话很重要 唯有业随身 你造的是什么业 生活当中造的业 工作里头造的业 待人接物造的业 别人对我态度不好 我有什么感觉 那我有不好的态度对人 我没有感觉 人家一不好态度对我 我马上有感觉 要知道 我们什么态度对人 人家立刻就有感觉 这是什么 有意无意 解怨 别人怀恨在心 念念不忘了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来世报复 这是愚痴 真正修佛的人 可不干这个事情 他对我不好 我回答他小秘密 化解了 我们对人笑容 恭敬 像弥勒菩萨一样 笑灭 迎人 对人 充满了善意 充满真诚 就能感动人 我人也会被你感化 变成善人 你的功德就大了 如果放在心上 神闷气 这个业早中了 来神来世遇到 肯定要报复 怎么能干这个事情